到位挑字的时候,唐小舟已经下楼了。 其实,唐小舟藏字是假,他是想找个机会,拉开与赵德良的距离。 下楼时,唐小舟给赵世伦发了一则短信,只有几个字,给我打电话。 刚刚将字放好,赵世伦的电话就进来,唐小舟一边接听,一边往楼上走。 到了楼上,赵德良已经完成了今天的练字,正在收摊子。 唐小舟对着手机说,等一下,我再和你联系。 挂断了电话,对赵德良说,赵书记,日报社的赵总编辑说,已经到了门口,他想见见你。 赵德良问,赵世伦吗?他有什么事啊? 我不知道,他没说。 嗯,那好吧,你让他到客厅里等着。 赵德良洗完澡后穿的是睡衣,他要进房间换衣服,赵薇跟进去,服侍他。 唐小舟下楼打开门,一股冷风扑面来,让他全身一震。 他站在门口,向前望去,看见不远的树下有一个人影正走来走去,面前有一星光亮正在闪动。 像是在抽烟。 见赵德良的门开了,屋里的光线向外射出来,赵世伦立即扔掉烟头,快步走了过来。 唐小舟对他说,你啊,先进来吧,赵书记一会儿就下来。 赵世伦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,唐小舟闻到了一股很浓的烟味。 唐小舟说,怎么抽这么多烟呢?你知道赵书记不抽烟的,他最讨厌家里有烟味了。 赵世伦一听就傻了。 哎呀,我把这事给忘了,怎么办呢? 算了,我能做的都做了,下面呢,就看你的了。 我知道,我知道,这已经非常感谢你了。 将赵世伦让到客厅里坐下,结果他脱下的大衣,围巾和帽子挂在旁边的衣帽钩上。 又替他倒上茶,说声,你先坐一下,于是便上了楼。 唐小舟不想陪赵世伦坐在这里,他不希望赵德良觉得自己和赵世伦关系很密切,或者自己对赵世伦很恭敬。 尤其不想赵世伦利用他的存在,和赵德良表达某种东西。 唐小舟上楼以后,进入书房,将书房里清理了一番。 听到隔壁门响,直到赵德良已经换过衣服出了门,便从书房里出来。 恰好见到穿戴整齐的赵德良迎面过来。 赵薇非常懂事,知道来找赵德良的都是官场人物,这种时候,他通常是不露面的。 唐小舟对赵德良说,他已经来了,在楼下。 赵德良一边下楼,一边对唐小舟说, 小舟啊,你一起来坐坐吧。 唐小舟马上就明白了,这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,完全公事公办,而且并不希望赵世伦再次逗留太长时间。 唐小舟转过身,领头往楼下走。 这样给赵世伦的感觉就是,赵书记是被唐小舟请下来的。 见到赵德良下楼,赵世伦从沙方上站起来,热情地迎到了楼梯前,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问好,并且恭应。 双手摆在身体的前侧,手肘已经微微地弯曲,做好了和赵德良握手的准备。 赵德良并没有和他握手,而是很机械地说, 世伦同志来了,坐吧。 赵世伦显得很尴尬,有些不知所措。 赵德良静止走到沙发边,坐了下来。 赵世伦在唐小舟请了一次之后,才坐到了赵德良的对面。 唐小舟趁着这个机会,打开笔记本,做好了记录的准备。 赵德良说,最近日报的版面好像有些变化呀。 赵世伦说,是啊,我们最近一直在抓这个事。 燕春同志最近在忙什么呀? 赵德良提到的燕春,是江南日报社社长朱燕春。 赵世伦正面回答后,赵德良又开口说, 上次燕春同志说,要搞自办发行改革,搞了没有啊? 赵世伦完全赶不上赵德良的思维。 最初,赵德良问燕春同志最近在忙些什么。 赵世伦显然准备回答这个问题。 正准备措辞的时候,赵德良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。 对于后面这个问题,他仅仅来得及回答了一句没有,并没有组织好后面要说的话。 赵德良又跳开了。 今年的发行工作已经结束了吧,情况怎么样啊? 听到赵德良一连串问了这么多的问题,唐晓舟心中暗笑。 这就是领导的谈话艺术。 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,一开始云着雾罩地提出一堆问题,将你搞晕,让你心里极度不安。 接下来,你想说什么就说吧,恐怕受情绪影响,你很难组织好句子。 赵世伦见赵德良并不是真的要向他提出问题,便抓住一次机会,开始将谈话引入自己的目标。 他说, 赵书记,我的工作没有做好,给省委造成了不少的麻烦,我向赵书记检讨。 对此,赵德良只是从鼻子里出了一口气,并且在出气时发出了一点点声音,谁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声音代表了什么意思。 赵世伦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,他说, 既然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,省委要问责是完全正确的,毕竟啊,日报是党报,是省委机关报, 既代表着省委的声音,也是省委的脸面。 出了这么多麻烦,我没有任何理由啊,必须为此承担责任。 对此,省委做出的任何决定,我都心服口服。 赵德良说, 有这个认识就好啊。 赵世伦继续说, 我听到一些说法,有一种说法,要把我调到下面市里去。 我觉得啊,自己不太适合到下面去工作。 主要原因呢,是我的妻子不想离开雍州。 我本人呢,又有高血压,身体状况不是太好。 妻子不在身边照顾,可能会有些影响。 我希望省委考虑一下,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实际情况,留在雍州啊。 唐小舟明白赵世伦的如意算吧,他毕竟是个正厅级干部,如果留在省里,可以安排的位置并不多。 省文联,省文化厅,省广电局,这是几个正厅级单位,而且都是文化单位。 若是能去这些单位,他应该能够搞一把手。 能有这样的结果,比在日报社当二把手,还是强一些的。 此外,也可以到一些单位去搞副手,比如组织部宣传部,或者省委办公厅,省政府办公厅的。 省委办公厅的副秘书长是正厅级,而省政府秘书长才是正厅。 这个位置,他肯定坐不上,但能够成为政府副秘书长,职权也是很大的。 何况,一个正厅级副秘书长,怎么说也得弄上个常务吧。 至于宣传部的副部长,也是正厅级,比日报总编辑,那是风光得多的。 赵世伦说这番话的时候,赵德良一言未发。 赵德良是个外表温和,内心却极其强硬的人。 他很反感,向组织讨价还价的干部,更反感跑官要官。 唐小周深知,赵德良的脾气,也清楚赵世伦求他的目的。 他之所以替赵世伦安排,内心深处,其实也是想给他使点坏吧。 唐小周见气氛显得尴尬,便向赵世伦使了眼色。 赵世伦明白了,向赵德良告辞。 离开的时候,悄悄地将一个包放在刚坐过的沙发上面。 赵德良自然知道这一套,早已经注意到了。 见赵世伦向外走,便说, 你等一下。 赵世伦只好停下来问, 赵书记,你还有事吗? 你掉东西了。 赵世伦看了一眼沙发,显得非常尴尬, 却又不甘心收回来。 别说, 呃,那不是我的。 你应该知道我的规矩吧,还是拿走吧。 说完,赵德良也不理赵世伦,转身向楼上走去。 唐小周立即拿起那个包, 对赵世伦说, 不是我不帮你啊,你如果把这个东西送给赵书记,可能彻底害了你,你还是拿走吧。 送礼永远是一件尴尬的事,人家如果收,倒还好说,如果不收,这礼啊,就像是炸弹一样。 唐小周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,赵世伦不好不收回来。 唐小周,送赵世伦出门,原想仅仅是送到门口, 转而一想,还是送到门外吧。 到了门外,赵世伦又拉住唐小周说话, 千言万语,求他一定在赵书记面前替自己美颜一番。 这可是一月,又到了寒潮来袭,赵世伦出门时已经穿戴整齐, 唐小周却只穿了一件毛衣,冷得受不了。 好不容易撑了一下,不得不打断了赵世伦说, 哎呀,外面太冷了,有什么话呀,我们还是以后再说吧。 说完,唐小周也不理赵世伦,转身就进了屋子。 进屋之后,想想今晚这事,唐小周一方面为赵世伦的姿态感到恶心, 另外一方面,又觉得自己做得有些小家子气。 这么大两的天,故意让他在外面动了两个来小时, 又选了个赵德良非常忙,而且心情不太好的时候, 到底是显得不够大度啊。 唐小周有点小小的恨自己, 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修炼的有些政治家的度量。 不久之后,春节快到了, 唐小周的老婆古瑞丹,破天荒地主动提出 要回唐小周的老家乡下过年。 让唐小周没有想到的是, 他的这一举动给自己引出了一个大难题。